汗生病在早期被稱為麻蜂病 一九三零年日治時期設立的樂生療養院 当時是以集中營的方式 強制隔離了上千名的病患 而目前還有一百多人住在樂生的救援區 最近日本汗生病患家屬 提告請求國賠勝訴 而首相安倍晉三也公開發表談話致歉 臺灣的樂生保留自救會表示 希望能夠邀請總統蔡英文到樂生療養院 來關心病患和家屬 並且呼籲政府要比照日本的做法 正是這一段歷史傷痛 84歲的潘老先生是樂生療養院的住民 他8歲時染上汗生病 早期被稱為麻蜂病 因為容貌變形 外觀異於常人 家人就把他送到樂生療養院 沒想到這一住就超過半個世紀 住在樂生超過半世紀的 還有這位84歲的黃老先生 雖然平時有電動車代步 不過因為手指變形 雙腳截肢 還是希望能有個看護 協助沐浴等居家服務 1930年日治時期設立的樂生療養院 當時是以集中營方式 強制隔離上千名病患 二次戰後治療藥物發明 強制隔離政策已經取消 但數百人無家可歸 只能繼續以樂生為家 如今多數人已經凋零 目前還有一百多人住在樂生 救援區 而反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日前公開向日本五百多位 前漢生病患家屬道歉 並承諾履行法院判決 賠償每位原告五百五十萬日圓 大約新臺幣一百五十八萬元 立委呼籲我國政府 可以參考日本作法 正視這段歷史傷痛 這樣子的一個作法 應該是臺灣可以值得來參考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在關心 但是這個的關心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還是覺得有所不足 立委表示我國目前已經有 憨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不過自救會呼籲政府 已經把樂生救援區 變成文化古蹟保留下來 這個月二十四號在樂生院區 還將有一場舞蹈一演 希望能邀請總統蔡英文 立臨現場 一起思考樂生住民的未來 記者 賴水民 張龍祥 張國良 新北時報道 有事實在是 警方總統蔡英文